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我要來開箱 2019韓國大創新推出的櫻花系列 就是超可愛的 我自己也迫不及待要開箱這些了 因為每次呢,其實像大創都會推出 一些季節限定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都超可愛 然後呢,又不貴 因為大創就是1000韓元到5000韓元 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今天買的沒有一樣是超過台幣140 現在就跟著我來一起開箱 最新年度的櫻花系列商品吧 這次的櫻花商品其實非常多種 包括像是很多杯子啊 或是一些生活用品啊 甚至連野餐店都有 因為其實韓國人很喜歡野餐 包括我也很享受那種野餐的氛圍 它這次櫻花系列就有出 它有分各種尺寸 然後呢,我買的是最大的 然後是有防水功能的 就是它是這種的 這個也才5000韓元耶 超便宜的 欸? 比我想像中大耶 就是那種可以做四到五個人的那種 花樣也很可愛 淡淡的 然後 感覺在草地上就是很可愛啊 所以我就買了 還有一個小把手跟這個小扣環 扣環就是可以扣起來 然後小把手就可以拿著 拿著之後呢就可以很輕鬆的帶來帶去 我覺得很棒 再來是下一個有點廢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算是櫻花的掛飾吧 它掛起來很可愛 是因為 它不只有上面這樣 它還有下面的這個 會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很棒 現在打開了 它就是會像這樣 它不是只有一片兩片 它是會連綴下來的 所以你掛起來就不只是這樣 它會有掉下來的櫻花 超可愛的 然後有兩個 它就會這樣 我等一下串繩子 然後掛在後面 好 哈哈 它可愛了 我穿好了 是不是蠻美的 就是把它掛起來 大概的感覺 然後呢我選一些 就是我覺得可以拿來 送人的 因為很多人會去大創 買伴手禮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流沙杯墊 它超美的 它會流動 它裡面是流動的 是不是蠻美的 大家有看到那個 亮粉嗎 很夢幻 然後杯墊也蠻實用的 因為現在大家很愛喝飲料 杯壁會流水嘛 所以呢 這樣就不會弄濕桌子 這也才兩千塊 我覺得蠻值得的 再來是這個 我覺得很美很美的 保溫瓶 櫻花保溫瓶 它也是五千塊 也是蠻便宜的啦 但是保溫效果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它可愛 再來是 我覺得在這次的系列裡面 出了一些蠻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來玩看看 看上面的標示 它應該是一個 就是吹出來裡面 會有櫻花的氣球 好 我們現在就來吹看看 它其實已經包在裡面的感覺 就是這樣 裡面有一些 櫻花 然後這個才一千韓元 就是二十幾塊 所以我就買了 有三個這樣的氣球 天啊我剛剛在吹的時候 櫻花在裡面飛耶 這也太可愛了吧 我覺得這個很超值 然後它這邊有小小的字 很夢幻耶 欸我認真覺得這個 很可 然後再來是這個 櫻花的香氛 其實蠻多人蠻喜歡香氛的 剛好我家的 我之前買的香氛用完了 所以我想出來試試看 但是我不抱 期待啦 因為畢竟香氛也是一分錢一分貨 通常便宜的香氛就是 味道就是 不太好聞 可能有點化學味這樣 然後這一個呢 是三千韓元 滿可愛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櫻花的味道 是清爽的耶 是清爽的耶 因為我覺得很多很便宜的 會像廁所方向劑 可是這個不會 它是清爽的 超假 不然它還有送這個 那個果香棒 所以我覺得 算是超值啦 就是 也可以拿去送人 我覺得它味道不會到難聞喔 真的不會到難聞 然後又多粉粉的 欸天啊 好像可以耶 我覺得就算你買來放廁所 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它就是很便宜啊 不用給它太多的那個 期待 它就是 一般的香氣 不會太香 但是也不到醜 然後 造型很特 很美 再來呢 是偏一些比較文具的東西 櫻花的 紙膠袋 其實我覺得韓國大創的紙膠袋 都蠻美的 然後也賣的不貴 像這個也才 一千韓圓 通常外面賣四卷啊 絕對不值 我覺得 你如果是紙膠袋控 應該會蠻喜歡大創的 因為就是比較便宜 然後又有設計 登登 是不是蠻美的 二十幾塊台幣可以擁有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已經算是 很不錯 所以建大家 就文具類 就是可以使用的 也都是有設計感的 蠻可以買的 帶回家 再來是這個 櫻花的USB傳輸線 然後這個我還找很久 它那時候 因為才剛 上架吧 所以很多貨 沒有那麼齊全 然後我還去問店員說 在哪裡 它在哪裡 因為它的官方圖真的很可愛 它就是 這樣嘛 你不要只看它是這樣喔 它可以立起來 像這樣 它可以讓手機立起來 所以我覺得 可以買一下 它就是可以讓你這樣 靠住然後立起來 然後這個櫻花也蠻可愛的 蠻適合送禮的 我覺得 因為這很實用啊 然後又 可愛 和樂而不為 再來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非常非常酷的東西 我看到 其實我考慮蠻久的 因為 它 好像 有點不錯 但是又有點廢 因為它蠻大的 所以就是有一點佔空間 但是 好像又還不錯 就是它 登登 它是一個 煮起來 會變成 桌子的 紙箱 它上面是說 它是拿來 給那個啦 就是 野餐的時候 然後 我是覺得 野餐也可以 你放家裡也可以 就是把它立起來 放家裡 它好貼心喔 它還附一個紙袋 因為它可能怕你就是 沒有這麼大的 東西的袋子 然後它就附一個 可以裝下這個尺寸的袋子 好了好了 你看 它就是一個 可愛的桌子 我覺得它不只 正面有櫻花 它臉就是 側邊也會照顧到 帶出去 直接 你在野餐的時候 就是第一名 你就是其他餐點都不用帶 你就帶這個桌子 大家就說你很棒 最後就是一些彩妝組啦 那 聽說大創的彩妝是 沒有很好用啦 畢竟它便宜 不過它的刷具 就是蠻多人推薦的 剛好我朋友要 我就有幫他賣 等等它這次出了兩款刷具 然後呢 一個是 腮紅刷 另外一個是眼影刷 都蠻可愛的 我覺得 韓國大創厲害的地方 它就是做的 讓你覺得 真的可以用 其實 這個東西 不只觀光客在搶 連 連那個 韓國人自己也在搶 那時候 我去的時候 開賣第一天我就去了 然後呢 大家真的是搶到 不得了 看 就它櫻花 它不是就是 只是給你櫻花 它就是 你看它的毛 是漸層的 然後呢 刷身 是裡面是粉紅色竹竹 是用櫻花的意象 然後來詮釋這些東西 那它毛我個人是覺得是舒服的啦 就是我沒有很專業 所以 可是我覺得 是美的 它是蠻美的 然後呢 另外我覺得一個很酷很酷的東西 是 這個 櫻花的面膜 但它就真的應該就只是趣味 因為它才也是一千韓元 然後裡面有十二片櫻花 我們現在來浮看看 天啊 大家有看到嗎 我覺得這很像很 呃 之前那個 日本也蠻流行這種 就是很造型的 面膜 沒有很明顯 櫻花的 面膜 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買來玩看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 2019 大創櫻花商品開箱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哪個商品 覺得哪個最值得買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順便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 掰掰